全邦国际名表 我是全邦国际名表总编辑刘碧祥 今天名表最前线 我们带大家来到了百年龄 正值他们庆祝品牌140周年的当下 我们来看看他们这一次 推出了什么让大家惊喜的作品 如果你喜欢我一下介绍的内容 欢迎在下方留言 同时订阅全邦国际名表频道 然后帮我按赞分享开小铃铛 海铃银在2024年迎来了品牌140周年纪念 这对历史上与航空飞行等等 人类重大进程有着深刻连结的百年龄来说 似乎更象征百年龄在技术上的与时俱进 然而针对140周年 总裁George Kern却有更多的想法 今天我们是一个很酷的品牌 非常好接受 您在摩根斯坦的报告中 现在 现在 什么是最棒的 约140周年纪念 你能说一样完全不同的故事 有很多物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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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认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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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功能热气球 多样 更通过瑞士天文台认证 钛合金表壳 直径43mm 搭配钛合金链带 更加轻盈 且能长时间佩戴 同样是为了品牌140周年的纪念 百年龄更针对旗下最受欢迎的Navy Timer系列 推出全新41mm 包括三针与G&T两种款式 过去Navy Timer最大的特色 就是配备了环形滑齿 可让飞行员利用该相设计进行 包括速度、燃油消耗等等重要计算 在过去商业航空爆发的辉煌年代 Navy Timer就是手腕上原创的机上电脑 这次Navy Timer缩小尺寸 使得手表佩戴上更加平易近人 最重要的是小三针也保留了既有的飞行滑齿特色 并延续独特的锯齿状表圈 让整体视觉线条更加经典 另外Navy Timer 41mm 也第一次采用纯粹的G&T两地时间功能 尤其两地时间指针 具体而为的置于中央 不仅实用更带有装饰性的完美视觉效果 即使在表圈飞行滑齿的数据环绕下 除了保有Navy Timer的经典设计 依然能保持G&T两地时间阅读上的清晰 整体来说 无论是Navy Timer 41mm三针或GMT款 从多种颜色面盘 再搭配不锈钢或玫瑰金材质 都让Navy Timer 41mm 呈现丰富且多变的视觉 不仅有更多的选择 也在百年龄140周年 成功担任了第一波的话题先锋 其实我们将整个年纪念 会在每个产品发展到140年代 每个产品发展到140年代 整个概念会是140年代 我们将会讨论很多故事 在Brightling开始 和这些品牌做的 这一定是一部分的项目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介绍 有关百年龄140周年所推出的作品 如果你喜欢我以上介绍的内容 欢迎在下方留言 同时订阅陈邦国际民导频道 然后帮我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